餅乾做的好不好 就先看看巧克力好不好吃 側面有沒有看到 看一下這個巧克力醬的部分 超可愛耶 蓬蓬的 然後杏仁在上面還蠻多的 C412 巴陀貝西 嗨大小名學 我是羊 不是 你是羊羊 你是羊羊 我是小 我是小鎮 好啦我是小鎮 對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那個 愛君上面買的一些酷零食 花一個限度就會看到兩個廣告 我個人的IG就是被零食包圍 然後我今天忍不住了 我把我看到覺得 欸好像很有趣的零食們都買下來 來看一看值不值得買 而如果騙人我下次再看到我就檢舉他 陸中印起來印起來 阿仁蛋黃軟心餅 80元 欸它這個廣告圖超厲害的 它看起來裡面是會有流心的那種感覺 喔 它這樣子是有可能流心的 我們還是要加熱 它其實沒有告訴我使用方式 那我們就不加熱怎麼樣 看起來就是一個乾乾的內餡 感覺好像蛋黃酥嗎 因為它比較軟 然後它就會更隔對不對 我覺得超乾的 我好像沒有辦法吃這個東西 我吃到水 而且蛋黃類的東西本來就會更乾 嗯 又是一個廣告圖來騙我們的東西嗎 我原本對它很有興趣就是因為它看起來流心 嗯 然後它現在這樣子就會讓我笑失望 有點像一般的那種鳳梨酥 鳳黃酥 嗯 差不多的味道 而且一顆80塊 然後少了鳳梨的味道 味道好吃 但我覺得好貴 這不行 蛋黃軟心餅給它分數是 四分 三分 太貴了 接下來呢 它們三個是同一間的 泰式直人吐司餅 一包99元 因為它口味很多 所以呢我們其中挑了三個 我覺得比較算是大眾好接受的 來 餅乾做的好不好就先看它巧克力好不好吃 這很開啊 喔它是夾鏈袋是吧 有有有夾鏈袋夾鏈袋 欸巧克力好香喔 對啊 而且它火大耶 哦 它這個拿出來裡面是一整片這樣子 側面有沒有看到 看一下這個巧克力醬的部分 很多耶 它很像那個早餐店 阿姨如果跟你比較好 所以它都會加很多 對對對 你的餅乾跟巧克力醬會1比1的那種 對對對 我覺得它很酷的地方是 它看起來是酥的 可是我咬進去之後 它有點化成液體的感覺 對對對 粉粉的那種感覺 真的巧克力偏油 感覺是廉價的那種巧克力 我加巧克力不行 就是剛吃一半個就很膩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口感 我寧願去那個 早餐店主司啊 就是它可能烤 叮起來 然後還有一些麵包的口感 脆脆的酥酥的這樣 因為它現在是完全是餅乾 我覺得口感好吃 然後巧克力味道 不行 蠻可惜的 巧克力吐司品給它分數是 5分 3分 巧克力不行 奶油口味 它一樣是厚厚的一層耶 奶油或是奶酥 蠻厚的喔 我有先見知 我覺得它可能也會很油 我覺得它沒有巧克力油耶 對 它沒有巧克力油 但還是有一個比較廉價的奶油會跑出來的味道 但很接近早餐店的味道 剛剛那巧克力是跟早餐店的味道是完全沒有 是一間該倒掉的早餐店 對對對 這間還是就是正常在營運的早餐店 我覺得蠻香的 原味我比較喜歡耶 它偏油 可是我可以配一個飲料在旁邊 邊看電視邊吃的話我覺得很爽 奶油口味吐司餅乾 分數是 1分 5分 也巧克力好一點 最後一個呢是蒜香起司 嗯 大蒜麵包 應該會好吃 應該要好吃吧 哦 哦 這個是那個 自助餐 對 自助餐 然後下面會有一個那個鹹的那個抹醬 就是那個味道 你自己抹的那一個 然後那一堆抹超爆多 對 完全就是大蒜麵包 然後側邊一樣 很厚 我好期待它喔 注意事 好甜 因為這種剛入口的時候是有那個 鹹鹹的味道 但吃進去就是那個甜的奶油 超甜的 蒜味有嗎 而且這三個一樣很油 蒜味是吃到最後面才會有那個大蒜的風味跑出來 但你就是吃不到 因為它太油了 我覺得這個最可怕 嗯 這不行耶 這不行 我本來買它是因為它看起來是鹹的 它如果是鹹的話就感覺 可以換個口味啊 有不同的感受 但沒有 它聞起來鹹鹹的 但吃起來超甜 跟其他人一樣 那樣它吃完 嘴巴還是有那個蒜味 可是你不是吃到大蒜麵包那種感覺 就覺得很煩 這這不行 這個超累 這不行 蒜香口味吐司餅 給它分數是 這就是 兩分 一分 拜拜 杏仁千層秒殺酥 230元 它看起來很高級耶 它看起來超好吃的 它也要高級一點吧 它這樣230 這樣230 這樣230 它是什麼啊 千層酥 哦 然後它做一口一口大小 一口千層酥這樣子 對 你再努力一點之後就打開了 加油 我們需要出動剪刀寶貝嗎 我需要 這個包裝不行 我先扣一分 聞起來的味道還蠻不錯的 很杏仁 超可愛耶 蓬蓬的 然後杏仁在上面還蠻多的 因為它是有整齊的排列 我覺得這個 全摸生態的會很爽 我覺得蠻無聊的耶 但是酥的那個感覺是好 就有咬到空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會讓人想要就是吃一個之後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因為會有一個 我好像沒吃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然後有淡淡的杏仁片的味道 它就是滿滿的杏仁味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對杏仁味還好 所以味道上面對我來說會蠻無聊的 但是那個整個酥的那個口感是很好 如果它換成巧克力口味 好 我覺得我應該會一口接一口 它其實吃起來味道比較像是沒有那麼甜的杏仁脆片 這個甜度感覺很適合送給家中長輩啊什麼的 不能吃太甜的 這個我可以 千層酥給它分酥式 7.5 5萬 阿仁牛扎餅Oreo口味280元 它看起來就很好吃 它必須要很好吃吧 它的厚度大概是這樣 整個扒開來 餡大概長這樣 其實給的算滿滿的 也很多 應該是一般的蘇打餅蛋 對對對 認真有Oreo味道耶 而且我覺得它不太黏牙 牛扎餅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黏牙 尤其是像我這種戴牙套的 而且它中間會有咬到那種QQ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吃耶 而且它裡面其實也沒有到太甜 然後配外面蘇打餅是微鹹微鹹的 我熱愛這種味道 我覺得它本身的Oreo味沒有到很重 它就是淡淡的Oreo 一點點巧克力的味道 好吃耶 它認真不黏牙 很棒 這個我會想要買來送禮 我覺得這個送出去 大人小孩吃的應該都開心 然後也蠻有面子 然後裡面那個就是QQ的很好吃 嗯 像麻糬的口感 對 Oreo牛扎餅給它分數是 8分 7分 最後一個 草莓Ole糖心酥350元 我其實最期待這一個耶 裡面都單個單個包裝的 它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它是圓形的耶 我被這中間的這個譜面 草莓味好重喔 它表面長這樣 然後裡面超厚的 裡面是好像有一個果乾 然後跟它超多的這個內餡 它是軟的 它中間那個超軟的 它外面那個粉 很像彎彎草莓口味的那個 餅乾的那個粉 我覺得味道差不多 我覺得它吃起來 其實很像雪Q餅 它中間有一個那個 對對對很Q的那個 只是比它在餅乾成分再多一點 我覺得它外面那層餅乾是好吃的 嗯 只是它中間那一層 應該是流星還是果乾什麼的 搭在一起的時候就會黏牙 你看牙套上面應該都滿滿的 應該都滿滿的那個草莓醬之類的 它如果不會黏牙的話 我會喜歡這個 就你吃完一定要去刷牙的那種感覺 但味道是好吃的 然後又有咬到那種草莓鮮果的那個 有果乾的口感 對對對草莓感 就覺得好像滿新鮮的 但那個味道我覺得有點小小的扣分 我覺得它口感好吃 但它如果可以不要黏牙的話 我就會幫它加分 草莓用雷醣心酥給它分數是 5.5分 那我們今天這些廣告零食呢 一樣選個MVP的話 1 2 3 一致投票給牛渣餅 對阿仁真的很棒 這真的很好吃耶 它應該還有別的口味吧 它還有別的口味 但是這個也是他們家的 所以買牛渣餅啊買牛渣餅 它叫阿仁牛渣餅 記得買牛渣餅 對牛渣餅就好耶 那個流星蛋黃酥真的不要 但牛渣餅真的很好吃耶 好吃耶 所以IG應該就是一半OK 一半不行 還是要碰碰運氣 基本上大部分在IG廣告看到它 拔絲啊 坎西啊什麼的 現在當作它是假的 對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它 或者是它那個是它製作過程狀態 很熱的時候會有的狀態 對 但我們拿到的時候都是冷掉 或者是一般常溫的話 我覺得不會有那個狀態 以上就是尖心的片 你有在IG買過什麼東西啊 歡迎直接來告訴我們喔 就這樣子 掰掰 訂閱 按讚 留言 加入會員 等一下 再來也是 1 2 3 加入會員